俊男, 勝負已分, 為甚麼還打? 少爺, 現在我為我爹報仇 東哥, 小俊男 俊男, 俊男… 我不怪你, 你替我殺了霍東哥 你替我保守 快點 我臨死你還幫著我的人 你倆是沒可能在一起的 霍東哥, 你知不知道霍燕亞給我毒死? 就是他爹, 秋野太郎 霍燕亞 霍燕亞 芙綾 弍叔, 你 Hong Winston, 你死實就是冤枉日本人 袁英師叔生前都很受人敬重 所謂人死留命, 眼過流星 你也不要這麼痛心 是呀, 媽, 你馬不停下來 千萬要保重身體 這麼晚了, 東國還沒回來 師母, 我想東國 他一定出去找師叔的兇手 是呀, 連兇手是誰都不知道 這樣去找很危險 是秋夜俊男 秋夜俊男? 伯母, 你認識那個羊嗎? 師兄 東國… 東國, 怎麼了? 怎麼會這樣? 坐下 你受傷了, 東琴, 快拿藥, 快點 媽, 你什麼時候來的? 好厲害 我剛剛到的, 你受傷了, 別多說了 不要緊, 媽媽, 究竟誰是毒死爹的兇手 那就是那個東洋人, 秋夜太郎 但是陳真已經殺死他了 又是秋夜, 那就沒有錯了 難道那個秋夜太郎 跟秋夜正雄, 秋夜俊男有關係? 沒錯, 秋夜太郎也就是秋夜正雄的哥哥 難怪我一聽到秋夜俊男這個名字 怪不得她父子看見我離開十冤九仇 現在那個東洋人怎樣? 秋夜正雄已經死了 好, 連叔的仇都報了 既然她父子已經死了 那豈不是天下太平了 那就好 我真的不喜歡再聽到你們的打打殺殺 和人見仇結怨那些事 東哥, 你的傷口很深 我想將來可能會有疤痕 有疤痕又怎樣? 有時候有些仇怨 是連死人都不可以發解 東哥 你是不是心裡有事說不出你? 沒有 不過我聽到你說的話 有些感觸而已 太多也不認識人 不信心 希望你會脫充 全身 人家 不知不知不知 都不知不知咭 人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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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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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翹? 我殺不了你, 你殺了我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他們逼我這樣做 我... 東哥 好 哥, 你這套迷中拳耍得出神日化 那些招星我還沒見過 哥, 你教我 來, 教我, 來 你要學的, 你找大師兄 大師兄那些都學過了 一板一眼而已 你那些都不同了, 又多變化了 哥, 教我, 哥 我剛才亂打的 如果你要學, 我也不會教你 哥 東琴 甚麼事, 媽 東琴 你跟我來, 我有話要跟你說 媽, 甚麼事 東琴, 我看見你哥哥 好像心事重重 你還是無謂去煩他 人家哪有 其實我說他 你大哥有甚麼事 年輕人有甚麼煩 煩就是煩男女之間的感情問題 你看看你 女孩子人家說話 完全不害羞 那就不說 算我怕了你 你寫信給我 不是說你大哥和那個洪小姐 不是很好嗎 現在他們怎樣 我總之你會這樣問我 那你又不趕快告訴我 前陣子他們倆挺好的 但最近又不見他們倆在一起 難道他們鬥了氣 看來你大哥挺喜歡洪小姐的 是呀, 媽 我想到一個辦法 甚麼 如果你問哥哥 哥當然不肯說 我們可以向洪小姐那方面賣手 那會不會好唐突 人家哪有叫你直接跟別人說 你從天津回來的 可以說請人家吃飯 到時便可以隨機應變 你這個女兒 越來越鬼馬 到時你喝一杯心煲茶 就不要忘記那封大禮事 是呀 是呀 東琴 浩小姐 坐 找我有甚麼事 想請你吃飯 吃飯 我媽媽剛來上海 我們想跟她洗塵 她說一定要請你吃飯 老婆太客氣了 她說 你以前幫我們精武會這麼多忙 所以一定要請你吃飯 不用考慮太多了, 大家都這麼熟 去吧 去吧 來吧, 走吧 來吧 喝杯茶師父 喝杯茶 媽媽, 今天晚上跟你洗塵 為甚麼不見大哥和超姐 不是洗塵 我們大家自己人吃一頓飯 聊天晚上 那東琴呢 你妹妹說 有件很重要的事去幫你做 不過你做完回來 你就要謝謝她 來吧, 他們來吧 一說就到了 來吧 伯母, 劉師傅, 律師傅 一喬, 請坐… 請坐 請坐, 師傅 坐 紅小姐 歡迎你來 伯母, 叫我英喬就行了 還是隨便一句 伯母來得上海很久 剛剛到了兩天 為甚麼都沒有對你說 這陣子我們很少見面 可能她忙一點 就算你多忙 都要抽點時間陪洪小姐 你不要怪她 怎會呢, 羅哥 應該多抽點時間陪洪小姐 我幫你一次 對了, 洪小姐 你好像清減了 身體沒甚麼事 沒甚麼事, 可能天氣比較熱 是啊, 這裡的天氣真的比天津更熱 是呀… 住下就習慣了, 伯母 我都不會住多久了 天津有很多事等著我回去打理 媽, 你剛來沒多久 現在回去吧 對了, 師母 這麼難得才來到上海 玩玩牽手 對了, 玩我幾天 我就是要趕著回去 所以這次這麼同特請洪小姐來 我是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伯母, 有甚麼指教呢 媽媽就想跟你倆…這樣 我們國家說不上甚麼名門望族 都稍有聲明 我也不怕老實說 東國從小就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 不過他很有上進心 他人品也很好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高攀呢 媽 東國, 師母想跟你提親 你可不可以把媽媽說不上 師母, 你這個主要是最好的 他們倆是天沙一隊的 既然說得贊成了 他們倆又不出聲 那就是答應了吧 是呀, 答應了 我真是安樂了 伯叔叔剛剛過世了 我們又不可以這麼快辦喜事 不如這樣, 我想你們先過文定 那也好, 果不怕會有變吧 東琴你一年這麼討厭 就算打風也打不掉 那我們要找個機會 去跟阿督君商量一下 如果他沒有意見 我們就好辦事吧 是呀… 我們先喝杯茶 好…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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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野俊男死了 我們就沒有了後顧之友 乾杯… 乾杯… 阿督君 我有件更大的喜事要告訴你 甚麼事呢 上沙先生他們認為 目前的北洋政府 實在太軟弱無能 所以他們準備支持一個有才智的人 出來競選總統 那這件事跟我有甚麼關係 怎麼會沒有關係 他們準備支持那個人 就是獨軍來的 哈哈… 豪川 你是不是跟我說笑 是呀… 是呀… 我怎麼會找這種事來開玩笑 以獨軍目前的聲望 外面根本無人能及 上海一個這麼重要的城市 獨軍你也管理得整整又貼 現在外面的人 有誰說不服你呢 你太推崇我了 並不是我推崇你 這番話是上沙先生他們說的 好… 那真是要謝謝上沙先生 不過如果要對付北洋政府 恐怕不是這麼簡單 是呀… 獨軍, 以你目前的條件 加上法國人的幕後支持 只要我們好點計劃一下 我相信不用多久 我就要改清獨軍你為總統大人 好, 我就決定他去做 那我預祝你成功 乾杯… 爹一, 你有心事嗎 如果我肯平平淡淡地做一個督軍 我相信我一點心事都沒有 你自不在此 是 師兄, 旁觀者清 你認為我有沒有資格再上一步 那你想爭取更高領導地位嗎 是, 我想出來競選大總統 我希望中國統一 我希望把外國人全部趕上去 那真是太好了 現在的批養政府真是沒用 只知道要跟外國人拋棉眼 如果你讓我七人 創開一個新的局面 那真是太偉大了 你真是贊成我了 何止贊成, 我還要全力支持你 好, 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這個承諾不應該對我一個人 應該對千千萬萬的人 他們只是你真正的力量 是, 如果我當選大總統 我一定要做對得住國家 對得住民族的事 如果我有違背 就保佑我死在陳時超亂倡之下 是 是 都軍出來競選總統 這應該是好事 紅刀軍幫了我們不少忙 我們應該要出點力 是 哥, 在公在私應該這樣做, 是不是 對了, 超姐, 你認為怎麼樣 我想過了, 按照我們精武會的聲譽 我們是可以幫她競選的 而且, 我們應該策劃一下 怎麼教女子精武會 好, 這樣好 這樣也可以令精武的精神 能夠深入各個階層 那來我早就想搞了 但你們又不在, 三哥又忙到死 現在你們回來, 我們可以大展拳腳 是的, 雨婷, 經費那方面應該不是問題 是呀, 不成問題的 如果這樣, 我們真的要盡快去進行 是 好, 我現在出去前衆 看看有多少錢可以調動 做個預算 好, 辛苦你了 別這樣說, 我出去了 你快點回來 東急, 我們就要搞收會議事了 好, 那還有甚麼事 我們盡快進行 陸先生, 精武會有一封掛號信 麻煩清真修 好, 謝謝 謝謝 為甚麼這麼早來 聶老闆, 我只是早點 第一件事, 我真的十萬火急 既然十萬火急, 就不要鬥犬 他有話要說 老闆, 我想跟你借七百個大洋 這就搞類似職務會, 需要你這筆錢用 你也知道 前一陣子, 我的炒金虧了很多 現在哪有現金周轉 這就糟了 這筆錢很急用 你又讓大哥知道我虧空, 那怎麼辦 那你又不用休 你可以向銀號借的 他們要抵押的 我兩手空空, 他們給我借給我 船刀橋頭至現職, 到時候就有辦法了 你先回去, 我慢慢給你想想 還有一封信還沒拿 八萬元匯票 八萬元? 你也有八萬元, 還要跟我借七百個大洋 你真是開玩笑 這筆錢是我二哥寄給我大哥的 為甚麼付到你的手 我出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派信的人 這樣, 真是沒人知道 那我就不清楚 但這件事我沒跟別人說 這次真是山窮, 水盡兒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串 天助理也 你的意思是叫我吞掉他? 你說呢? 不行的, 這麼大筆錢 我一定會寫信回來問大哥收了沒有 不是的 你可以截他的第一封信 就是說可以截他的第二封信 至於姚蟬伯那邊 你可以和你大哥的名譽 回信給他就行了 不是的, 可是這筆匯款 也要大哥親自去拿才行 只要你想辦法 拿到你大哥的詩章 那就什麼都碰到了 拿到你 拿到你, 拿到你 其實昨天不可以進來, 究竟想怎樣 會不會是小偷想偷東西 我看就不會, 如果是小偷 為什麼我們家裡甚麼都沒有不見 我想那個人, 當然有他的目的 我也是這麼想, 因為昨晚那個人身手很敏捷 我看他絕對不是普通的鼠魔 但是究竟這個人是甚麼人 大哥, 你疑心大, 沒那麼嚴重 是不是, 東哥 是, 我想得你那些小偷狗 東哥, 我怕這些人是想對付職務會 所以以後你跟東琴出入, 還是要小心點好點 大哥, 你是否以身秋葉俊男的東洋人 會對我們不利 趙介秋葉俊男已經死了 是, 秋葉的父子死了 但是東洋人潛伏在上海的勢力還是有 我怕他們始終還是想對付我們職務會 而他們的目標一定是東國 那東國你要小心點 我會的 大哥, 我看你們只是幾個人優天 總之以後凡事大家都是謹慎的 雨婷, 這樣就搞定了 你也不知道多危險 我大哥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幸好就快了 那就證明你時黎風送騰王國了 不過這樣, 錢快點去拿 免得夜長夢多 還有, 要小心不要讓人知道 我都想過了 如果由我出錢拿這筆錢的話 萬一被人追查氣就麻煩了 那倒是 一定要找個信任的人做才行 李老闆 你的商行那麼多人 找個人幫我拿就行了 是呀 我家商行有小雅 他又不懂得字 對了, 幫你拿就對了 那真是不歸了 什麼事, 為朋友倆插刀嘛 不過這樣 你一定要把所有寄給陳公子的信 你放心吧 我已經部署好了 所有寄給徵務會的信 首先要經過我手 乾杯 小姐, 封信說什麼 二哥說他已經到了南洋 而且已經安頓了下來 他還會寫信回來 那就是證明他沒有生氣我們 誰知道 他說南洋那邊的喬包 知道我們有徵務會 為了表示支持 籌謀到一筆錢 你們猜一下多少錢 二八大洋 差得太遠了 二千個 你們怎麼都不會猜到 百萬元 封信超, 真是八萬元? 你看 八萬元, 我們開張女子徵務會 有聲 有聲 怎麼這麼高興 二哥在南洋那裡 寄了一百萬元回來 聽到, 嚇唬你了 這個消息在哪裡回來 二哥信到說 有這麼多錢 小姐, 我們應該怎麼用 一會兒 一會兒 你真是在這裡 雨婷, 甚麼事這麼急 去你的店找不到你 去你的家裡你又不在這裡 我和他聊三二嘛 雨婷, 這次你發財了 還說發財 我現在身矮就對了 你先聽我說 剛剛有一批棉紗來到上海 那個買主是他現金周轉不靈 那唯有 蝕利也好, 讓給我們 我們就隨便撿個絕尊隊 那你說 八萬元買了棉紗? 我買了棉紗, 只不過轉手 兩倍你 為甚麼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夠四位這麼找你 你知道, 所謂的機會難逢 而且這批東西正在賺 那棉紗幾乎去甩手 找到買主就可以甩手了 何必這麼急 我和你做了這麼久的老友 難道你這樣也不相信我 好, 不放不信 他們就是收到南明那封信了 那你又說截了他們的信 他們叫陳時超的家 現在他們已經知道這批匯款了 那你說, 我怎麼能用這些錢 那你不用怕 他們知道這批匯款是寄出來的 但是不知道竟然收到了 拖了幾乎有甚麼所謂 拖了一時, 拖了一輩子 還有七八個大洋, 還沒人贏了 既然現在程勢這麼危急 我唯有叫肥婆拿些司機出來頂著當 過兒子也沒關係 好, 看就這樣看吧 我想過了, 男生兵器又重又大肌肝 我們交給女子之母會 最好做全新的兵器 好啊, 我也許讓小玉和小毛做 我也是這麼想的 三公, 你幹甚麼 沒甚麼, 我在聽人家說話 不錯 小姐 大哥 陳大哥 小姐, 大哥 為甚麼這麼晚會來 是, 我有些事想問問雨婷 甚麼事 我今天想去支點錢買木樁 但是我發覺少了七八個大洋 所以我想問問你 就是為了這件事, 所以這麼晚過來 不是, 但是我想搞清楚他 大哥 你不是懷疑我中爆私囊嗎 三公, 他不會這麼做的 大哥也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他想我明白 大哥 你去了汗口這麼久 精武館又一切如何打你 是, 我一分一毫 完全不在精武會身上 我是問心無愧的 如果你是相信我的 就不應該再問 雨婷, 我不是說不相信你 但是你要明白 精武會其實並不只是屬於我們幾兄弟 所以那筆錢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其實那筆錢怎麼花出去也不要緊 但是你要讓我們知道, 好嗎 大哥, 你說來說去就是不相信我 好, 這筆錢是我錯 但是我一定會填出來的 雨婷 三哥 三哥 為什麼他這麼不脾氣呢 他盡心盡力壓為了精武會 你們還懷疑他, 他一定會生氣 東琴, 如果不關三哥的事 我們自然會查清楚 大哥, 我想三哥不會是這種人 我也希望不關他的事 我問你, 那個七百個大洋 為什麼你不替我填一條數 是呀, 這幾天我剛介紹棉紗入倉的事 我忘記了, 明天我會跟你… 雲台, 你不用推三推四 我今天無論如何都拿回八萬元 你還給我吧 你也知道那筆錢都入了棉紗 如果你現在要拿錢 要棉紗出手才行 買棉紗是你的主意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 好, 既然你買實賺的 那你自己承受他 你真是的 我還以為這件事我是大血你的 誰知道你還要怪我 真是會錯人 誰錯都好, 終於知道今天我們拿回錢 要不是, 別怪我不客氣 別這麼衝動, 聽我慢慢說 我先說 我告訴你, 做生意就不是玩泥沙的 是不是? 那你現在大腦八萬元 你以為我拿就拿嗎 聶雲台, 你不用再避免我了 我怎麼拿你師傅 你師傅走得好苦 還意圖恐嚇你 你以為我現在開槍 你有沒有做意 聶雲台, 走 好 好 聶雲台, 你真厲害 我走 好 不要動 不要動 聶雲台 我虧空的事已經穿了 你不給我錢 我根本沒辦法上個蠟燭 聶雲台, 我不會告訴你 其實我早在炒金 已經炒得焦了 我已經破產了 就算你現在 一槍打死了 我也沒錢給 不過現在你這種情勢 出去避免風頭都應該的 不如我幫你帶走 我廣州有個朋友 可以照應你 你真的肯幫我? 所有患難相符我都應該的 就這樣 我替你買車票 至於錢的事, 我負責幫你找 好, 我先相信你這件事 幫我告訴你 我已經是爛命一條 不只敢做的了 明天晚上十點 我在大小波等你 好, 一言為定 去吧 快點 來吧 進來 過了一整晚, 盧大哥還沒回來 冬琴, 他有這麼大人, 他會照顧自己 陳大哥, 你不要計錯數 我也希望是我自己計錯數 但可惜算來算去, 始終都欠七八個大洋 我看雨婷的神情, 好像那些難而知隱 想不到會弄成這樣 你以為如果大家真的因材失義, 那就認真不值得 陳大哥, 我知道你不會根根計較 平時我說話得罪了你, 你千萬不要怪我 怎麼會呢, 冬琴 其實我們大家一直來都當這是一個大家庭 我們個個都是好兄弟姐妹 有甚麼事絕對不會說放在心裡 來, 等雨婷回來, 我們好好跟她聊聊 誰 除了我, 還有誰 車票和錢 去廣州的車票都賣光 我現在只幫你買到去杭州的船票 杭州也不錯, 風景不錯 算了, 那錢呢 沙廠我還沒賣得出 我現在只幫你籌得五百大洋 省地應該夠小 至於大日那些, 我籌夠就給你了 老闆 那些文件只剩很久了, 好好保存的 文件? 老闆 甚麼事, 都關兵來了 我現在去找找船票和錢 竊文, 走在那邊 走 沒問題, 快走 快走 對了, 走, 老闆 我們快走 快走 快走 不要走 走 馬虎寬 這是聶雲台販賣軍訪的單據 以及跟亂黨來往的書信 我們要追到他, 走 走 這甚麼事?我去跟督君聊聊 千萬不要, 你聽不到他們說你們是亂黨嗎? 我去跟督君聊聊 而且這群手鐲還要跟他交手 督君訪已經最大疑心了 你這樣出去就慘死了 如定, 那怎麼辦? 現在的情人, 你讓我急急 沒辦法 這些船機和錢, 你先拿去用 蘇州多美女, 你要省點錢 如定, 別再說多謝話了 小心點 好用 我做很多事要辦的 想我不走就這樣 我幫你結束生意之後 再跟你會合, 一起去打天 那我老婆她... 我去幫你照顧她 幫我這樣, 幫我簽了你的授權書 要不然的話, 我很難辦事 拿著 搬不到在這個危急關頭 還有你這個這樣的朋友 別多說了, 你快點 行了, 你走去那邊 我把兵引開 雨亭, 你要小心 行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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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福官, 聶雲台走了那邊 走 快走 快走 想不到聶雲台的演繹得這麼好 這次幸好只有你揭發 否則真是後患無窮 可惜她跑掉了 不要緊 她的身份既然揭穿了 已經沒有威脅 這次真是多得來 都是刀官能夠當機立斷 馬上採取行動 就是因為你的人可求 所以你說的話, 我相信你 那以後我說的話, 要小心點 那不用那麼緊張 你記不記得我以前跟你提過 我需要你幫我忙 現在是機會 因為都軍決定了出來競選總統 沒錯 所以我要搞一個助選團 而你就是最適當的人選 都軍, 這麼重要的事 我怕他做不來 你是聰明人, 一定做得來 不過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決心離開精武館 都這麼晚了 或許雨霆今晚都不回來 不如大家休息吧 好嗎? 冬琴, 回去睡 娘都不累 你們先睡吧 聽我說, 回去睡吧 雨霆 樓大哥 你回來了? 這麼晚還這麼人齊? 人家等了你, 一夜一夜 都不知道人家有多想念你 好吧, 那回來了就好了 有甚麼事我們明天再說 大哥, 有件事我想現在說清楚 好, 那坐下 首先, 我要向大家道歉 因為聶雲台是我引致進來精武會 現在問題就發生在他身上 喔, 那隻八個大樣子 然後他搞鬼的 還是怪我大意 我想他堂堂一個總商會主席 在經費上可以幫到我們 我真的想不到他會這樣做 好, 這些就是證據 好, 那現在搞清楚就好了 但是一件更加壞的事 就是那百萬元的回款 放在他手上 奇怪了, 百萬元怎麼會放在他手上 那晚半夜有人偷偷走進我的書房 難道就是跟這件事有關 那不是, 我們馬上報官吧 大哥, 沒用的 你的問題是知道我查了這件事 他已經離開了上海 那那百萬元? 這件事我應該全部負責任 所以我決定了要引夠離開精武會 好, 好 那些錢, 我遲到一定能賣出來 余婷, 其實錢錢不是太重要 你也不需要離開 大哥, 做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 我已經決定要出去發展一下 將來, 如果經會要我幫忙 我一定會盡力 這是你家 好, 可能 明天 你沒有在這份 你也只是能不能離開 你也不是 擔心 你 有 那個人 行 我 感谢观看